好,各位同学,那么我们本节课呢,首先呢,来对我们啊,面向对象这个章节目前所学习的知识呢,作为一个总结和回顾啊,我一再强调啊,书里处我们所学习知识的主干呢,是非常重要的啊,思维导头从来都不是说让你把这个每一个节点啊,写得非常的具体啊,思维导头的作用就是啊,帮助我们理清楚思路和结构 好,那么截止到目前为止呢,对于passing的这个类啊,我们学习了以下的这样一些知识点,第一个呢,首先呢是变量啊,那么这个变量呢,我们并不是以啊,像模块里面的这种局部变量和全局变量来来理解这样的一个类的变量的啊,我们呢是以类变量和实力变量,这两种大部分类啊,对这样的一个类上面的变量呢,进行了这样的一个划分 好,那么其次是什么?其次呢是这个类上面的方法啊,那么方法呢,我们目前为止啊,只学习了一种啊,就是这样的一个实力方法 好,后面呢我们还会继续啊,向大家学习类方法,还有一个呢叫做静态方法啊 到目前为止呢,方法这个大部分类上面呢只有实力方法一种 好,最后呢就是一个啊,比较特殊的函数,就是类所,类的构造函数啊 这个呢就是目前为止啊,我们所学习的知识的主干啊 好,那么啊,我们这节课呢所要学习的这个知识点呢,比较啊,偏重于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实践啊 也就是说呢,这节课里面,我们讲的知识点呢,会在我们以后的编码中呢,会用到的非常多啊 所以说呢,请大家呢要认真的来听 好,那么在理清楚了这样的一个主干的知识之后啊,我们需要关注啊,一个整体上面的一个认识啊 方法和变量的关系,那么从面向对象的角度上面来讲呢 方法啊,代表的是类,它的一个行为 而变量呢,代表的是啊,刻画这样的一个类的特征啊 这个观点呢,我们之前呢跟大家呢看到过 就像呢,我们反复举的这个例子啊,变量呢 用来刻画我们的母字和年龄 而方法呢,用来描述啊,我们可以做什么事情啊,我们自身的一些行为 所以说啊,这个Person里面的类啊,它的这样的一些啊,名词啊 名词啊,并不是啊,凭空出现的啊 它们,它之所以类呢,会有变量和方法啊 这个呢,都是为了啊,去把我们现实世界中的一些事物啊 映射到我们的计算机里来 所以说呢,才有了变量和方法 那么方法和变量之间的关系又是什么呢 在绝大多数情况上面啊,方法呢,需要对变量做一系列的运算 或者是说呢,逻辑上面的一些操作啊 最终去改变变量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啊 这种是方法最本质的意义 当然呢,方法呢,也可以啊,完全不操作任何的这样的一个变量啊 但是呢,不操作任何变量的方法呢,毕竟呢,是一个少数啊 绝大多数的方法呢,还是啊,用来去改变啊,我们类的一些特征的 好,那么既然呢,方法要操作变量啊 那么就涉及到在方法里面如何访问变量这样的一个问题 实力方法啊,操作实力变量 这个呢,我们所有的同学们都会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啊 因为呢,他们呢,都是和对象相同的 操作前呢,是非常的得心应手的 这个呢,我们之前呢,也给大家举过这样一个例子了啊 在实力方法里面呢,通过self,然后呢,点操作符呢,就可以啊 给一个实力变量复制 也可以啊,通过这样一种方式呢,来读取这个实力变量 那么我们现在提出一个问题啊 在实力方法的内部啊,可以访问这个内变量吗 如果可以访问,那么访问的方式是什么 注意啊,我强调的是在实力方法的内部啊,如何访问内变量 好,让我们一起到我们的这样的一个代码里呢,来看一下 好,还是让我们回到我们student的这个类这里啊 然后呢,在student这个类上面呢,我定义了一个类变量sum啊 这个呢,之前呢,是有举过例子的 那么我们现在要看一下啊 在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实力方法里面,如何来访问sum这个变量啊 这个问题呢,之前呢,我们呢,是给大家提到过了 当时呢,故事的两个知识点的一个思考题啊 第一个呢,是让大家呢 尝试着去打印啊,这样的一个无代sum的变量的结果啊 然后问大家啊,这样的一个打印结果是什么 然后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啊,如何去访问啊,这个sum啊 当时呢,最后呢,我们给大家解答了啊 printed edge和内部啊,它的一个曲子啊 以及它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个曲子 但是呢,当时呢,我们并没有啊 对sum的如何操作做出这个讲解 好,那么这节课呢,我们就来看一下如何对sum做这样一个操作 好,我们还到我们的这段代码里面啊 这段代码里面再少一些 好,在实力方法里面啊 操作实力变量呢,这个呢,是很容易的啊 比如说呢,我们要printed一个实力变量的话 我们肯定是sum的变量就在 好,这样呢,就可以啊,操作这样的一个实力变量了 好,那么有些同学可能会问啊,老师呢,这个呢,是一个构造函数啊 它并不是一个实力方法啊 那么是这样的啊,构造函数呢,可以把它看作是一个特殊的实力方法啊 它是比较特殊,但是呢,它的几乎所有的行为啊 和我们的这个普通的实力方法呢,几乎是一样的啊 所以说呢,大家呢,看待构造函数啊,要这么看看啊 它和实力方法的区别呢,就在于啊 它们调用的时候,调用的方式是不一样的啊 我们调用构造函数呢,实际上是通过类啊 后面的括号的方式来调用 而我们调用一个普通的方法呢 普通的实力方法呢,是通过啊,这样的一个对象啊 student1点,这样的一个读红word的方式来调用的啊 区别就在于这个地方 好,那么第二点的不同的在于什么呢 在于啊,它们的意义不一样啊 实力方法呢,它的主要作用呢,是来啊 描述啊,这样的一个类的行为的 而构造函数的意义在于呢,去初始化 注意啊,这里面是构造函数的关键的意义啊 是用来初始化类的各种特征的 我反复强调的两个概念啊,特征和行为 好,那么我们继续我们的这样一个主线的知识点啊 刚刚呢,我们聊到这里啊,说这个如何访问 如何在实力方法里面访问一个实力变量呢 就是还是通过这个self点的方式来访问的 但是呢,你通过另外的一种方式呢 确实啊,也可以啊,访问到这样的一个实力的变量啊 就是呢,不加这样的一个self啊,直接呢 用这样的一个内容啊 那么在上节课里面呢,我讲到过了啊 我建议大家呢,如果你要访问实力变量 那么呢,你就带上这样一个self啊 最好是不要直接呢,用这样的一个变量的名字 为什么呢?好,那么让我们来看一个经典的错误啊 很多同学呢,认为啊,self的内容啊和内容呢 他们呢,是等价的啊,好 之所以啊,让我们很多同学认为等价的原因在于啊 这里的self内容啊和内容啊,他们打印出来的这样的一个结果啊 是相同的,我们可以来预行一下这个代码啊,看一下 好,我们现在呢,只用啊,一个对象来做例子啊 我们先把其他的代码呢,给阻止掉 好,这些东西全部都给阻止掉了 我们只需要呢,在这里面实力化16公里 这里呢,就会执行两个point 好,我们看一下 python c1.py,然后呢,我们就发现啊 self.name打印的是实干档 然后name也打印的是实干档 好,那么现在呢,我们来把这个构造函数 它的这样的一个形参列表的内容啊,改为内容1 好,我们说了啊,形参列表呢,是你自己随意指定的 对不对?好,这个时候啊,你把形参列表的内容呢,改成内容1的之后啊 下面呢,当你使用这个形参的时候呢,都要去改,改成这样的一个内容1啊 好,那么按照我们刚刚的理解啊,self.name和name呢,都可以啊,放入这样的一个对象的实力 变量,好,那么也就是说呢,它依然呢,会打印出两个实干档来 好,让我们看一下 我们会发现啊,此时呢,报错了,这个内容呢,是找不到的 这个是为什么呢? 这也是因为啊,当时呢,我们self.name啊,确实呢,是读取了我们对象的实力变量 并且把它打印出来了,但是第二个name啊,并不是读取了我们对象的实力变量啊 它读取的呢,是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形参内容啊 这一点呢,提醒大家要注意啊,它读取的是形参的内容 所以说呢,它产生了一个假象啊,打印出了两个实干档 好,那么我们可能有些同学呢,还有一个误解啊,这里呢,我也做一个解读啊 假如说呢,我这个地方啊,我把内容呢,改成内容一对不对 然后呢,我们首先呢,对实力变量复制 好,那么呢,由于呢,我们是要读取这样的一个形参的 所以说呢,这里呢,也应该是内容一 好,那么这个时候啊,你确实是可以正确的啊,打印出self.name这个实力变量了 因为我们已经对实力变量做了复制 但是print name呢,会出错啊,因为呢,这个内容呢,是找不到的 好,那么有些同学呢,可能会想到我们之前啊,所讲的这样的一个啊 dict之点啊,那么很多同学呢,会认为啊,如果说我,我如果呢,想去打印一个变量 这个变量如果找不到的话呢,会去我们的dict里面去查找啊 因为我们确实是讲过了这样的一个查找的精致啊 好,那么我们看一下啊,当你呢,给self.name复制了之后啊 对象的dict里面有没有这个词啊,它是有的啊,打印它一下 好,这句错误的代码呢,我们先把它给评定掉 好,确实啊,现在呢,我们的这个对象的内部呢,确实是有这样的一个name的变量存在的啊 但是呢,你在这里啊,打印扑人的name啊,它依然会出错啊 那么这里呢,就是我们要强调的一个误区啊 你在这个实力方法的内部呢,你想直接通过一个name啊 去进行这个dict的查找呢,是不可以的啊 这种查找机制啊,仅仅在什么地方能生效呢? 在这个啊,调用的时候啊,通过在这个led对象的外部啊,来调用的时候是可以的 好,所以说呢,建议大家啊,访问实力对实力变量呢 还是啊,加上这样一个self啊 不然的话啊,就会出现这样的一个误解啊 好,那么啊,实力方法,访问实力变量啊 它的这样的一些规则,还有它的容易出现的一些坑呢 我们已经讲解完了,那么我们剩下的啊,就是要重点关注一下啊 在实力方法里面,如何去访问这样的一个啊,类变量 好,我们可以把我们刚刚啊,所用过的一些不需要的代码啊 先把它给删除掉了,这几个代码 好,那么这个对象的初始化啊,我们还是保留着 好,那么假如说呢,我现在呢,想在这样的一个啊,构造函数的内部啊 访问这样的一个啊,呃,类变量的话呢 我们直接捆在sum看一下啊,可不可以啊 好,它一定,它肯定的是会报错的,看一下 好,这里呢,打了我的脸啊,它没有报错啊 但是没有报错是不是就意味着说呢,我们这里呢,可以通过sum啊,直接呢 来引用这样的一个啊,类变量呢,并不是啊 这个呢,只是一个巧合,什么巧合呢 我们看一下sum打印出来的值啊,是不是0啊 我们发现不是的啊,sum打印出来的啊,是这样的一个 beauty function sum啊,也就是说呢,此时打印的这个sum啊,并不是我们想引用的这样的一个类变量sum啊 而是呢,把python的一个内置的函数啊,sum给打印出来的啊 这个呢,只是一个巧合啊,只是恰好呢,我呢,把我们的,把我的类变量啊,定义成了和我们的内置函数同名啊 假如说呢,我们把我们的这个sum啊,换一个,改成sum1啊 这个时候呢,打印呢,会不会出错呢 看一下,这次肯定会出错啊,它会其实我们sum1呢是造不到了 所以说呢,千万不要妄图啊,在我们这个实力方法的内部啊 不通过这样这个self来直接访问我们的实力变量 也不要想着啊,不加任何的这样的一个前缀啊,来访问我们的内变量啊 我们来看一下啊,在实力方法里面正确访问内变量的方式啊 好,那么在讲这个方式之前呢,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啊 如何在这个类的外部啊,来调用这样的一个内变量呢 好,我们当时呢,给大家是有举这样的一个例子啊,最后一个print 大写的student.内名啊,通过类名加点号 再加上这样的一个类编量来访问啊,这样的一个类编量 好,在外部呢,可以这样使用 在内部呢,也可以这样使用啊,看一下 student.sum1 好,此时呢,我们再一起的运行一下我们的c1.p吧 好,我们可以看到啊,这里 这里呢,是成功的打印出了student.sum1 好,那么至于说呢,这个地方有一个错误对不对,错误是什么 错误是我们这个地方啊,打印的是类编量内谋 对不对,当然这里呢,我们没有这样的一个类编量内谋 我们只有这样一个sum1 所以说我们把这个地方修整一下 下面1 好,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们再打印看净 好,我们成功的打印出来了两个0了 好,那么呢,这个呢,是我们介绍的啊 在实力方法里面访问类编量的第一种方式啊 然后呢,我们再说第二种方式 我们呢,可以通过啊,self啊 这样一个名称来访问啊 我们的类编量 self上面呢,有一个类具的class啊 这个class啊,指带的就是啊,我们的student.sum1 好,可以啊,它也能够打印出这个sum1的取栏啊 好,各位同学,那么我们本节课的内容呢,就先讲到这里啊 给大家呢,开这一节课的目的呢,还是在于啊 希望大家呢,一定要能够理清楚啊 这样的一个类编量,实力编量和实力方法啊 它们之间这样的一个相互调用的一个规律啊 一定要分清楚 因为呢,后面呢,我们还会进一步的啊 加入这样的一个类方法和静态方法啊 如果说现在呢,只有这样的几种类型的变量和方法呢 你都理不清楚的话 后面呢,再加入更多类型的方法之后啊 你更加呢,会觉得啊,这个呢,像是一团浆糊一样啊 好,各位们,那么我们下节课再见